在這裡就是像在這邊 有時候你可以看到我這樣可以螢幕放大對不對 有時候尤其看網址或者看那個英文網站 還是英文那種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英文真的很小顆 比中文還更內人 那所以長時間看不方便 那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麼這個就是在我們簡報偷通篇的 另外呢 像現在常常會有需要一個情形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了可以遠距的線上上課也好 那事實上除了這個以外有時候 如果您的電腦有問題或者說 有需要 你連到別人電腦裡面去看一下那檔案的情形 這個時候也有一些小軟體可以不錯的 那麼再來是什麼 再來就是有所謂的虛擬系統 現在老子可能也許你 有一些除了新的電腦以外你還會有一些舊的電腦 那這個電腦你要怎麼處置 讓它慢慢老子 因為你用的頻率一定越來越少嘛 對不對 可是萬一 它又可以撐很久 怎麼辦 啊送給別人 可是有些 問題在什麼 有時候我們常常有一個情形就是 比如說我可能舊的電腦 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舊的電腦用硬體壞掉了 那大概你現在找不到新的零件對不對 那第二種情形是 舊的軟體 舊的系統裡面有一些軟體 它在Windows 7不支援 或者我們就沒有買那個新版本了 那這樣不是 很麻煩嗎 換了一個作業系統 結果什麼通通都要換 成本增加很多 那所以其實 事實上 我現在自己做的也可以一個方法 就是變成什麼的虛擬系統 好那你這樣的話它就跟硬體沒有關係 你就不用擔心說 這條電腦壞掉了 怎麼辦 但是 我舊的實體電腦 也可以把它轉到變成虛擬的 比如說我之前的Windows SP的 那我就現在用在裡面還可以用 我當然無論保證說100% 就是所有的功能都OK 因為有些軟體它的硬體需求比較高 也許也不行 但是至少90%以上OK 好這樣至少你的工作 就比較方便一點 那最後Windows 7當然它也有一個什麼 就是備份的功能 但是一般來說 還是稍嫌比較 就是 你能夠自訂的東西相對比較少一點點 那所以我們這邊也會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免費的 那所以 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會跟 大家所稍微提到的一些內容 那麼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就是Windows 7本身 到底有哪些版本 好到底有哪些版本 事實上我們在 這裡您可以看到 Windows 7 原則上如果你是新的電腦 新的 那大概都是64位 沒有問題 64位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 我們之前有一些那個比如說EPC那一種 那它就32位元 就比較 比較特別一點點 另外一種群體你會是32位元就是 你的電腦沒換 你只是裝新的座位系統 好那硬體本身就不是32位元 就64的 那它就是 在安裝的時候就會 變這個 那如果您都是64位元 那它還有分 有沒有在這邊 因為你們現在應該螢幕已經切過來 所以應該 比較不用放那麼大 就是有分家用版 專業版 跟所謂的旗艦版 那麼原則上如果大家買的 比如說你一般我們現在最常見就是notebook 原來就是聖版的嘛 PC的也許不一定的 除非你 就是一起買的 那 如果你是notebook大多數都是所謂的家用進階版 所謂的家用進階版 那 專業版呢 比較貴 事實上還有所謂的 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您了不了解 隨機版跟正式版那裡差在哪裡 隨機版跟正式版 隨機版比較便宜 正式版比較貴 有時候甚至是差兩倍 那差在哪邊 隨機版就是嫁機隨機嘛 那台電腦完蛋了它就完蛋了 你就是不能 拿著這個 再拿到另外一台 我也順便用一下 你不管它 舊的電腦還在不在就對了 反正你 這一台電腦這個需要就跟著它走了 那如果你是所謂的正式版就是 你萬一這一台 我就不要了 那我可以 再跟 新的電腦 或者是你其他電腦你還可以再裝上去 所以價格上差蠻多的老實講 像這個我們如果你用這個 新潔版的隨機版大概2000多或者3000出版 但是如果是專業版如果是隨機版的話 是4000 我買的是專業版 4900還是多少 忘記了 但是如果你是正式版 8 9000塊 就差很多 那就看你了 所以一般我們大部分都是 鼓勵各位就是如果你是 要換作業系統 原則上 硬體就是要跟著換 這樣會比較划算 好會比較划算一點 所以這邊順便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麼我們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的話等一下我們就是來看一下這個 檔案管理的部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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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